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Jason 首先多谢各位传媒朋友 来问我们今天的新闻发布会 我是友和集团 联合创办人 新闻董事 主席兼行政总裁胡发芝 很多谢今天大家抽时间来这个新闻发布会 友和在2013年成立 致力为大家建立一个融合线上及线下的电商平台 为香港的消费者提供优质的商品 以及快捷的购物体验 经过团队多年的努力 友和的业务规模不断提升 我们很开心公司明天将会在香港首次公开发售 准备登陆国际资本市场 我个人非常开心 可以和大家分享友和发展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未来我们会运用上市筹得的资金 全面加强业务布局 并且希望将友和这个牌子托转到更多地区 不负众望 为股东带来长期的价值 认为香港品牌的故事 传播到更多不同的地区 谢谢France 接着来 等我向大家介绍今天记者会的流程 首先 独家保证人 文银资本副总经理 陈凯监先生 Helib 将会负责介绍发行概要和股权架构 然后France和Kathy 将会为我们介绍公司概览 投资两点和发展计划 之后Peter和Royce将会介绍 集资用途和财务业绩 最后是文银资 现在有请Kennie 为大家介绍发行概要和股权架构 有请Kennie 谢谢Jason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 感谢各位对 有和集权通股有限公司的关注 和支持 出席今天的线上 新闻华博会 我是今次项目的独家保证人 和独家全球协议人 瓶资本的副总经理 陈凯监 Kennie 现在我会为大家 简单介绍今次发行的概要 有和集团将会发售 5500万新股 佔公司股本的11% 其中90%是国际配售 10%是香港公开发售 持有回购机制 和超额配股权 发售的价格区间是每股 2.1至2.6港元 每晚的单位是每手2千股 假设发售价是每股 即以中间价来定价 2.3.5港元 更高市场占有率 第二 透过推出线上平台业务 扩大电子商务平台的产品 供应的种类 第三 用于服务拓展至中国 特别是大湾区的客户 第四 加强供应链的能力 第五 用于进一步投资于品牌 管理和市场推广 第六 是扩大员工的队伍 第七 是收购电子商务 相关狂业的公司 和最后作为一般 凝围资金 刚才我说过了 文银资本 是今次项目的独家保证人 永时证券 是今次项目的财务顾问 文银证券 也是独家全球协调人 和联席账簿管理人 艾德金庸 海通国际 中信国际 光大证券国际 远赴中华 中国通海证券 富途证券 华省证券 和信达国际 亦都会成为今次的 联席账簿管理人 香港公开发售 将会在明天5月26日开始 到5月31日结束 暂定6月1日会进行定格 6月9日会公布分配结果 公司会在6月10日正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 主板上市 股份代号是2347 今次首市公开发售前的投资者 他们的股份 是会受到上市后6个月的金售期 而股份发售完成之后 公司的两位创办人 胡法师先生和徐嘉永女士 将会分别透过他们的全资公司 前有公司大概33.6% 和28.7%的互联 是公司前两大股东 接着我会将时间交给 有个集团院后的创办人主席 和行政总裁胡法师先生 France 为大家介绍公司的区境业务优势 和发展策略 多谢Kenny帮忙介绍 有和集团红股上市的一个发行资料 我先简单说一说 有和的一个最基本的生意 有和就是从事一个OMO模式 就是以线上为主 线下为辅助的一个 适合香港本地的电商模式 这间公司有和是我和第一位 联合创办人Kathy 在2013年的时候创立的 当时我们是希望 可以为香港创立一个电商的平台 亦希望特别为香港市场 而思考更适合香港市场的模式 所以当时我们设计了这个OMO模式 下一页 我为大家简单说一说 我们是全香港的流量 我们是全香港排名第一的 而我们在这个分类的市场 占有率也是第一的 下面我们管理层 讲这个时间的时候 可能各位记者朋友 要注意两个时间 第一个就是Track Record Period 就是指1819至2021年 第三年的 另一个就是最新的 财政年度的首8个月 大家在画面上看到中间的数字 就是最近的财政年度的首8个月 我们每月的会约用户是大概167万 我们截至Last Practical Day 我们大概的注册会员是80万个 商品数目SKU 我们大概是23000个 而这23000个 都是电子产品和电器为主 我们再将这23000个 细分成为几百个分类 包括一些比如手提电话 游戏机 大型的电器 例如雪柜 洗衣机 冷气机等等的分类 左下角的第一个 就是我们营业隔禁 那我们在最近一年是有5.23亿的营业额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个年复合增长率 在这个Track Record Period的三年里面 我们公司是每年的复合增长率是96.5% 是每年以接近100%的增长来做这个营业额 那第二个数字就是我们最近 就是最近这个财政年度的头8个营业额 就是4.97亿港元 这个同期的对比是71.9%的增长 那请大家留意一下这个就是2122年的头8个月 是的 我们全的财政年度是一共有12个月的 那因为后面那4个月 因为时间关系未能够在招股书度 那大家记者可以推断一下后面的几个营业额 那第三个数字就是我们在Track Record Period的三年里面 我们累计的顺利是有5930万港元 那我们在最近这个年度的头8个月 我们累计的订单量是29万4千张的 那8个月就做了29万多张单 那在这个Track Record Period里面呢 我们订单量是每年都以这个90.8%的液幅增长 那在右下角这个数字 我们自己管理团队认为是我们有和的其中一个 很优秀的数字 就是我们的客单价 我们在最近这一年头8个月的平均客单价是1643万 是电商平台里面相对比较高的一个客单价 而大家值得留意的就是在Track Record Period的三年里面 我们公司的每年的客单价都是以8.6%的增幅增长 我们自己留意到市场上 以电商平台以高增长来说 而维持到客单价增长的平台是并不多 各位记者可以留意到我们平台做得相当不错 那下一页我想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有的股东 是有很多知名的股东 包括我们早期A轮的时候 我们有几间基金入座 包括很出名的香港创投公司Beyond Mentors 然后由腾讯早期员工成立的微光创投 以及香港很知名的私务基金Gold Capital 另外还有香港创科创投基金 我们有和应该是创科创投基金 中最早期投资的一个项目 而我们在第二轮2021年的融资的时候 我们都引入另一批新的策略性股东 包括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iK Interactive 他们是专注于做Digital Marketing 而另一家就是大家比较认识的香港上市的日本食物 他们也是我们在2021年 另一轮融资的时候的一个新的策略性股东 我们有和也是在市场上受到各种基金 和战略投资人喜爱的一间公司 下一件事我想交给我们 营和总监Kathy为大家介绍一下公司的其他状况 好 谢谢Fans 大家好 我是有和的营和总监Kathy 现在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公司重要的里程碑 早在2013年我们就推出了有和的电子商务平台 同时在官堂设立首间的线下实体店 去售卖电子产品 比其他大家熟知的一些电商平台 或者是香港的电器网购平台 我们都成立得要早 也是小有的电商在一创立就走这个OMO发展方向 在2014年我们就率先在香港推出双十一购物节 这个大型的优惠活动 而透过这个促销活动 我们吸纳了不同的新会员 而我们致力提供方便愉快的网购体验 当中涉及大量的科技创新和系统的研发 在2016年我们对数据处理系统进行了全面的升级 同步处理线上和线下的资料 包括会员、产品、客户折扣等 同时顾客可以在我们的电子商务平台 可以看到我们的实时库存量 亦都协助到我们的会员 可以作出他的购买决定 2018年我们自行开发了一个自动定价系统 可以自动监控和调整产品的价格 确保我们的售价有竞争力 亦都可以维持我们的存货 有一个高效流转 时至今日都是领先同行的系统技术 2019年也是有和发展重要的一年 我们看到公司每年的增长很快 如果单靠两位创办人的资金和公司的盈利去营运 就会限制公司的发展 我们就进行了第一次的融资 成功获得了Beyond Venture和创货基金 投资合共4千万港元 而在香港的家庭 很多时两夫妻都要出外工作 为了顾客收取货品的方便 我们送货网络不仅覆盖住宅和商业地址 更增设全香港多个地区 约有2千个网购字提点 而这个创新的服务 是令到我们可以根据顾客的个人喜好 和他们的情况提供到最大的便利 这也是一个领先同行的举动 我们位于长沙环的旗舰店 也在2019年开张 我们首次在零售店引入电子价钱牌 除了可以实时更新我们的产品售价 也可以将我们线下的顾客流量 带到我们的网站 顾客只需要拿出他的手机 就可以去到我们的产品页面 浏览更多的资讯 例如影片或客户的真实评价 同年11月 我们有获得了得勤香港高科技高增长十强的树荣 而我们积极和不同的机构合作 在2020年11月和12月 我们和全球最大银行之一合作 被客户在我们的双十一购物截和双十二购物截中 进行现金折扣的优惠 而这个11月的合作 带来我们的营业额按年增长超过200% 创下了纪录 到2022年 我们的注册会员突破八十万 由2017年的十万会员 每年都有高增长 接着来 我会继续为大家简介一下 友和在ESG方面的投入 由友和成立起 我们已经很关注环境 社会和管治相关的议题 在电商业务的营运中 尽可能都会遵从环保的方针 为持续发展出一分力 每日我们的仓库都会收到大量的供应商送货 有很多的原商的纸商 我们会选用一些状态良好的纸商 重新包装我们的产品向客户送货 而在我们的零售店 我们都为客户提供这个可回收的纸袋 避免用胶袋 我们都推出一个自家的环保购物袋 这个购物袋是用回收胶樽 再循环再造而成的 我们是土生土长的香港初创公司 我们亦都希望尽一分力回馈社会 例如由2017年开始 我们已经向多间的非政府组织 提供捐款或赞助 例如有香港基督教服务处 奥比斯、香港儿童基金会等等 受惠人士包括有低收入家庭、长者 有特殊需要的儿童、小岁绝瑞、 心灵人士等 除此以外 我们都积极培育下一代 和支持本地的初创企业和本土品牌 我们与本地的初创企业携手合作 将我们共同的愿景付诸实行 促进我们的初创企业生态系统的发展 详情可以参考招呼书 接下来我会交给Avance继续说 我们的投资亮点 好 谢谢Cathy 我很快速和各位记者分享一下 我们公司的投资亮点 第一点 我们有为香港一个非常快速增长的电商平台 我们过去在Trading Top Period 几乎上每年的团符合增长率是接近100% 我们预计未来挂派之后的增长依然是非常高的 第二点 我们公司是以一个创新的OMO模式 去做香港的市场 我们认为我们创新的模式是非常适合香港的市场 而我们过去这几年的发展也都证明了 这个模式是受香港消费者所欢迎的 第三 我们出色的供应能力 管理能力也是被市场所认可的 我们现在对接非常大量的供应商 和货物的种类和存货 我们在这方面的管理能力是非常强的 第四点 我们也证明了自己公司的团队 是有非常出色的市场推广能力 我们透过多种上线下的低成本市场推广 做到一个非常高的业绩增长 第五点 我们团队是一个年轻专业 和又拼搏新的团队 我们认为这个都是我们有和 过去和未来能够成功的一个关键分数 也是一个大家值得关注的投资两点 最后一页我简单和大家讲一讲 电子产品和电器 这个分类的一个市场竞争格 左上角就写出了我们有和 在电子产品和电器 这个分类里我们市场质量率是最高的 是5.6% 第二位是5.5% 第三位是4.4% 第四位已经是去到0.7% 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香港电子产品和电器的网购市场 其实是高度集中于 几间主要的竞争对手里面 我们自己深信我们有和 成功挂牌之后 我们凭着我们的上市体系 融资能力 和提升管理团队的能力 相信可以在这个市场里 再进一步和第二位去拉远的距离 右上角大家可以看到 电子产品和电器这个分类 在香港的市场是一个 每年年孔合增长率都有增加的分类 大家可以看到的 头三条bar chart 过去这三年每年这个分类 都是按年11.4%的年孔合增长率 而未来这几年我们看到 是超过16%的增长 换句话说 我们有和是处身在一个 高速增长的分类里面 亦都在这个分类里面 是占有一个龙球的地位 那我们随着我们有和上市之后 我相信我们的竞争力 是会进一步提升的 包括我们的规模效应 和供应商的合作关系 和这个营运能力和体量 都可以进一步提升 下一页我想很简单和大家讲一讲 我们的OMO模式的一些创新之权 那我们的OMO模式 就是融合了线上购买和线下购买 那就是以线上为主的 那我们自己的看法就是 那我们自己的看法就是 那客户可能会有时 会喜欢线下的体验店 然后先看了这个产品 然后再决定 究竟它是返回线下购买 还是在线上购买 然后选择送货 还是自提点 那我们将这个线上线下之间的 购物和体验 做成一个模仿的体验 那右边就是我们 这个OMO模式的一些 技术性的创新 那第一点 刚才Kathy有提到 就是一个自动定加系统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平台 可以即时看到线上和线下的存货 我们很多年前 已经推出了这个即时存货系统 直至今天 我们见到我们的同行 那边都并不多同学 又采用到这个实时的存货系统 那这个简而言之 消费者在我们的网站 如果看到某件产品 他想去线下做购物的时候 他可以即时看到 我们哪一间门店有多少件存货 我们见到这个功能 是受到我们客户的喜爱 因为这个功能可以方便 他们省很多时间 他出发之前 就可以先看一看有没有货 才去买货 而我们线上的实时 存货系统 亦都是方便客人去下单 即是不需要浪费他的时间 即是有货 大概预计多少时间 那他就会决定下不下单 那第三个就是 我们有和长期都为消费者 想很多的增值服务 即是包括我们平台上 有一些保险的服务 即是如果买产品 可以添加一个平落的保险 或者是延长的保养的服务 而我们近年也推出了这个标准安装的服务 譬如我们很多电器的产品 买的时候需要涉及一个安装 那我们有和尝试将这些安装 複杂的安装 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商品 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客户 都是非常之喜爱这种的增值服务 那第四点就是我们有和 在支付方式是非常之暂新 和提供全面的服务给客人 我们自己留意到自己的平台 是香港相对比较多支付方式的一间 那我们囊括了几乎大家能够说得出的支付方式 包括传统一些的信用卡 或者是一些比较新的app的支付 各种app的支付 还有近年在世界最流行的buy now pay later 我们有和都是最早的一批电商平台 推出了buy now pay later的服务 我们希望透过各种的增值 包括这个支付 为客户提供一个非常之好的体验 那第五点 我们有和是市场小的或是一间公司 承诺客人可以在八个工作小时内 出货的一间公司 那这个都是有赖我们全套的存货系统 和出货系统 那才可以更准确地预计到 有多少存货和出货的时间 那最后一点刚才KP有提到的 就是我们有和都是香港 这间最早期的电商公司 推出了2000个以上的自提点的服务 那直至今天我们自己留意到 市场都并不多电商平台 有超过2000个自提点的 那这些是我们有和 多年来針对OM模式做的一些技术创新 那下面很简单 再跟大家讲一讲 我们有和的一个 就是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的价值 那我觉得我们有和的成功 其实也有赖我们明白到 客户的需求和供应商的需求 两点 而我们有和就是站在中间 为两者提供一个桥梁 我们看到消费者是希望 以一个商业的价值 可以买到一些优质的商品 那而供应商 希望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平台 让他们去入住 卖他们一些新的商品 那我们有和就是站在中间 提供到这个价值 那下面的页面 我想交给我们营运总监Cathy 为大家再介绍一下公司的一些 这本资料 好 谢谢Fans 接着下来我会为大家简介 我们的多方位市场推广和宣传策略 令到我们可以快速增加我们的中实客户群 我们的有和市场推广 其实是透过全面的线上和线下的市场营销同步进行 由于我们是电商 我们将大部分的资源都会精准投放给特定客户 而我们将这些广告费用 我们都会投入在网上的推广 而推广的形式包括搜寻引擎行销 社交媒体行销、网红行销、电邮行销、影片行销和内容行销 值得一提的 我们会分析一下我们香港客户通常的购物习惯 如果一个客户想买一件电子产品或者电器 他们现在的消费习惯通常会在搜寻引擎 搜寻相关的产品资讯 所以我们会在搜寻引擎下大量精准的广告 针对不同的客户群进行不同的广告展示 同时如果你在搜寻引擎搜寻一些电子产品 你也有机会会看到我们有和YOOHO 编写的不同的产品购物指南 例如可能买抽湿机、买冷气机 究竟应该如何选择呢? 我们透过这些相关的文章建议 可以从而推动我们的顾客 到他的购物决定 而我们因为有超过80万的会员 我们很大部分的流量都会来自我们这些忠实会员 我们透过电邮向注册的用户 定期推送不同的产品资讯和最新的优惠资讯 特别要提及的我们会利用这个免费的市场推广 我们的目标其实是想提供一个 令客户满意的购物体验 令到每个客户都会提高他们回来买东西的机会率 和会透过他们满意而进行一个口碑宣传 而我们都和不同的金融机构或公司有紧密的合作 提高我们的品牌知名度 而对于电商来说 一些大型的促销活动是很受欢迎的 我们全年都会举办不同的促销计划 例如一年一度的双十一购物节 三一三的周年感恩节等 亦都在每逢星期四我们会推出一个好价势闪购活动 除了以上的线上和线下的市场营销 我们亦都有一个会员计划 加强我们的会员的忠诚度 亦都鼓励我们会员可以重复购物 我们定期会发送一些最新的促销优惠 例如生日优惠 或过往的购买纪录产品新的更新 而会员累计购物金额超过指定金额之后 他可以升级为VIP会员 可以享有更多VIP的优惠和独家的折扣 每一位会员购物之后都会赚取到积分的回赠 而为了鼓励会员可以就他购买的产品进行一个真实的评价 我们亦都会提供识分的回赠 而这个会员的真实评价对于我们的网站其实是很重要的 因为其他想卖的顾客可以基于一些真实用户的评价 可以作出一个更加准确的购买决定 接着我会跟大家讲一下市场营销的数据 平均我们每个月的活跃用户数目 也有连均的复合增长率达到70.8% 在最近8个月的期间 我们每个月的活跃用户平均已经达到160万人数 而我们的注册会员也都不断有强劲的增长达到63% 现在我们的会员数已经超过80万 我们的回投客户是有一个按年的复合增长率96.1% 而回投客户的贡献的收益 占我们总收益的百分比也都有按年的增长 我们的客单价也都按年有大幅的增长 相对于其他的电商平台 我们的客单价是特别高的 就每一张已完成的订单的获取成本 我们都有一个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 大概占这个客单价1.5%至2% 接着下来我会继续为大家简介一下 我们友和集团的管理团队 我们的管理团队是年轻有热成有软健 亦都在相关的行业范畴内有很丰富的经验 我们的创办人和行政总裁 透过这个拔尖计划进入这个科技大学 而她获得了工商管理学系的学士学位 在中国和香港的电子产品和电器行业 都超过有14年的经验 而我Kathy在香港大学的经济金融学系毕业 在电商行业有超过9年的经验 Peter是我们的首席财务官 在2021年6月加入 在企业融资范畴累积有超过6年的经验 她毕业于中文大学的专业会计学系 Voice是我们的财务总监 在2019年4月加入 在核数和财务范畴累积超过10年的经验 她亦都是香港会计师公会的资深会员 刚才的资料可能也有点多 各位传媒朋友 来这一页面 我自己觉得是我们今天的 presentation里面 比较重要的一页 因为很多投资人都会很关注 我们有和尝试之后的发展计划是怎样 究竟我们公司值不值得投资呢 未来的发展方向 就非常之简单 清楚直接的 有三点 第一点 我们现在自营做电子产品和电器产量 我们市场叫做1P的模式 或者是自营的模式 我们目前的营业额都是来自这个 我们自己看到电子产品和电器的市场 在香港是非常大的 每年是数百亿的市场规模 而刚才我有个言脸都跟大家介绍 未来这个市场 这个分类的联风合增长率 都是超过10%以上 我们自己预期也都希望 可以上市之后 可以利用上市的平台和资金 在这个分类可以佔用一个更高的市场率 第二点就是一个3P的模式 或者市场会叫做marketplace的模式 就是我们有和准备开放我们的购物平台 给其他商户入住我们的平台 去上他们想上的分类的商品 然后他们自己处理那个物流送购 那我们这个已经是完成了筹备 很快就将会推出市场了 那我们预计这个平台 这个3P的模式推出市场之后 可以为公司贡献一个非常快速增长的GME 在我们的业绩内 那我们3P的模式 希望做的商品就是电子产品和电器以外的类列 包括一些白货类的商品 包括保健品 美容 化妆 武婴 等等的一些白货商品 而我们平台的3P的模式 都是希望以一个中高端的商品作为一个核心 因为大家可以留意到我们有和的客单价是1600多元 我们希望可以维持我们平台的一个中高档次商品的一个电商平台 那这个第二点就是一个3P的模式 那第三点就是我们自己希望可以做得更加成功的跨境电商业务 那我们这个跨境电商业务就是希望可以将我们香港的商品 直接由香港卖出去海外的 那尤其是中国大陆和大湾区的消费者 我们自己看到香港目前是没有一个电商平台 是特别针对中国大陆或者大湾区而做跨境电商的 那我们自己有和 看到我们本身是有具备一些条件去做这件事 就是第一个包括我们平台上的商品是相对中高档次 客单价比较高优质 那我们看到很多中国大陆的消费者 非常之喜爱这个档次的商品 那以后当我们有和发展得更加出名的时候 更加多中国大陆的消费者了解到我们平台的时候 我们相信往后它在海外浏览商品的时候 都一定是我们有和的看看这些商品 那并请我们平台上落单 然后我们由香港去寄给他们的 那我们很希望我们1P和3P的模式 建立得更加成熟的时候 可以透过跨境电商来 将1P和3P的模式再进一步扩大 我们也是很希望可以帮香港的一些 香港品牌、香港的商品、香港的供应商、香港的公司 站在香港买向全世界的 好那接着来我交给我们的CFOKita 为大家介绍一下公司的一些财务相关的造点 谢谢France 我是公司的首席财务官Kita 那接着来我会和大家介绍一下 第24页关于所得款项用途这个部分 那假设公安发售招呼价位 中位数满壶港币两个三毫本 那并假设超级配股权完全未获行使 那今次发行的政务之所得 大约是8790万元港币 那正如刚刚France所说 我们公司发展的方向主要集中在1P自营 3P平台和跨境商业 那我们无知所得 亦都会去实陷我们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 和执行相关的策略 那如图所见 那我们其中25.4% 是会用作通过自然增长 去抢占更加多的市占率 那其中包括用来应付 存货增加的一些资金所需 和会用在未来一到两年 在香港新界 香港道新界 共开设三间新的线下体验店的费用等等 那另外有13.7% 是留在 我们未来潜在的一些收购项目 以进一步扩大我们的业务版图 那另外11.8% 将会附币在我们品牌管理 和市场推广的费用 那另外9.2% 会用来加强我们供应典的能力 那例如是开展我们的货仓 即是新增、升级、开发 或者是维护我们的相关IT的系统等等 那至于在3P的业务模式方面 那今次的集资将会避留大约7.1% 在这方面发展 我们将会增併IT的人员 提高集团的整体IT实力 以配合开发新的线上平台系统 以及支持、支援、相关的业务工作等等 那至于瓜景品商的部分 正部资所得的8.6% 将会用作在拓展中国大陆 尤其是大湾区的消费群组 那例如是用作对大湾区消费群组 作出一些针对性的市场推广费用等等 那剩余的19.2%和10个百分点 将会分别用作扩充队伍 和作入后一般营用资金的用途 那接着来我会和大家去报告一下 集团的财务表现 左上角的总收音干面 刚才都提及到公司在过去几年 都迅速发展 那其实我们的总收益 都是一个跨越式的增长 由1819的财年在1.3500万的水平 到2021年财年的5.2300万的收益 那是一个年复合增长大约是96.5%的增长 而在2122财年的首百个月 受惠于活日客户、回头客户和客单价等 很多方面的持续增长 我们也录得接近5亿港币的收益 按同期大幅增长71.9% 在毛利方面也在右上角的图展时 整体数字是稳步上升 由于集团发展具规模 同时贯着积极抢占市占领的策略 因应市场的需求 不断优化我们的产品组合 在毛利率这方面 我们在过去几年是稍有调整的 但值得一提的是 整体的毛利率在去年2021年的1月开始 我们已经维持大致稳定 自往值纪录期间 原意时也没有大的波动 详细的补充说明 亦都在招股书有在披落 在左下角的图 关于我们经调整的纯利方面 升幅和纯利率的变动 与我们的收入和毛利率的走势 是大致一致的 亦都充分反映了公司有良好 有比率的成本结构 稍后我们是财电总监 Voyce 将会和大家再分享 我们的成本结构的一些说明 在右下角 关于我们的权益回报率 在二人二一的财链 我们达到一个36.4%的高水平 亦都側面反映了公司 在应用资产模式的 运营下的一个优人度 和相对的一个优势 下一页将会和大家分析 一下我们的收入的一个构成 左边是按销售渠道划分 我们的OMO的收入 占比我们收入的超过95% 其中79.4%是来自于 我们B2C线上的零售收入 16.9%是来自于 线下的零售销售 另外还有3.7%是来自于 我们B2B批量的收入 还有0.2%是一些其他收入 主要是一些广告费用 去收入 图的右边是一个 按产品类别的划分 大家都看到我们集团的 产品类别非常多元 其中包括42.3%的收入来源 是来自于家庭电器 包括风扇、吸层机等等 26.8%是来自于 电子产品 例如是自人手机、游戏机等等 美容和狐狸电子产品 占比我们收入的贡献 大约15.2% 例如是深瘦男女士 欢迎的黑呼机、洗面机等等 9.9%是来自于 电脑或周边的产品 最后5.8%是来自于 生活时尚产品 例如在近期流行的 室内泡泡机等等的产品 现在我将时间交给我们 财务总监Royce 继续分享其他财务指标 谢谢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公司的财务总监Royce 接下来 在28页 我会和大家补充一下 成本结构中 四个占比最大的支出 第一个支出是市场推广及 促销开支 这个开支主要的成分是 搜索引擎平台 和网上媒体平台的推广费用 在1819财年、1920财年、2021财年 和2021财年、198个月 大约是180万、430万、960万和960万 分别占收益是1.3%、1.7%、1.8%和1.9% 第二个开支是物流和储蓄成本 这个开支主要的成分是 由独立第三方营运商所收取的 运输费和存仓费用地 在三年再加8个月的往迹记录期间 大约是大约是180万、260万、580万、1,440万和1,390万 分别占收益是2.2%至2.8% 第三个开支是交易成本 这个主要的成分是支付服务供应商所收取的 手续费和交易费用 在往迹记录期间大约是180万、260万、580万和690万 分别占我们的收益是大约是1%至1.4%不等的 第四个开支就是员工成本 这就是我们同事的人工 在往迹记录期间大约是860万、1,460万、2,130万和1,810万 分别占我们的收益是6.5%、5.6%、4.1%和3.6% 在这四个最主要的支出里面 员工成本是占比上最高的 但员工成本的占收益比 按年是下跌的 正如我们的生产力和效率 按年都不断提高 另外三个 无论是我们的规模是 1819财年1.3500万总收益 还是2021年5.2300万总推 按年收益的占比 亦没有一个很大的准备 亦很平稳 我们认为我们和同行 是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 也证明了我们在运用资源上 是有一个很好的控制 我们认为我们有获是一个 有纪律的业务经营者 之后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集团现金转换的情况 我们的存货周转日数 在往迹记录期间是 44日 42日 42日 按年都录得下跌 一方面证明了我们在 全货管理系统 按年都有所提升 另一方面 也证明了我们在 采购客人想要的货品里面 有一个相对较高的能力 我们的应收帐周转日 由1819财年8日 平稳地下降到 2122年首8个月的4日 我们的应付帐周转日 也都由19018日 提升到2122年首8个月的19日 而整体现金周转日数方面 按年都录得下跌 由1819财年的44日 大大下降至2122年首8个月的24日 可以看到的是 我们集团的资金流动性 按年都不停地进步 现金流转也都越来越高效 我们整体的报告暂时到这里 多谢各位宝贵的时间 以下来是问答话节 我先将时间交给主持人 多谢管理上和保持人的分享 接下来是问答话节 各位记者朋友 可以透过我上平台的 问答字窗书的问题 我们可以读出问题 并且由管理上解答 另外请开发的时候 可以先填上去的声读 和代表机构 谢谢 我们深度的投影的问题 一个是关于消费园 另一个是关于公司的无力情况 有记者是关心 政府最近推出第二轮的消费园 不许对集团进入的销售会 有多大的帮助呢 集团最近有没有推出新的推广 而第二个就是 记者有最近公司的无力空间 是成为一个客业趋势 公司管理层的这件事是怎么看的 谢谢 好 谢谢提问 第一条关于消费券的问题 我想交给我们CFOCAPI 帮忙回答 第二条关于无力量 我想交给我们CFOCAPI 帮忙回答 麻烦CAPI 好 关于政府推出的第二期消费券 其实总的份额有超过660亿 我们觉得这个消费券 可以对于我们有和电商 是很大的正面刺激作用 尤其在第一期的4月份 我们其实是破了我们的营业额历史新高 而未来我们都和 除了四间支付工具有紧密合作 继续推出一些消费券优惠之外 我们也会在6月份第二期的消费券 我们和新增的两个支付工具 我们也有一个紧密的合作 我们会透过不同的产品的优惠 和折扣 希望更加可以抢到消费券的份额 谢谢大家 关于无理率 我想给CFO的Peter帮忙回答 谢谢Kathy和Fan 谢谢大家 关于无理率方面 正如刚刚在演讲的时候 也有提及到 我们集团在抢占市占率的策略 和产品组合的转变上 有所转变,令我们无理也有作出一些调整 但我也可以在这方面再深入补充多一点 在积极抢占市占领的同时 正如我所说,我们一直都在拓展我们的产品组合 去迎合市场和水料 其实品牌年年,我们在1819财年 大约有750个左右的品牌数 到目前为止2122年的首8个月 我们是有超过1280个品牌上了 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针对市场需求 我们都将重点放在电子产品 和一些深受市民欢迎的一些热门品牌的产品 去做大力的销售 例如某一个国际品牌的智能手机和耳机等等 相对而言,这些热门产品的无理率是偏低 可以举一些数字 这类别的首20大品牌的产品 其实平均无理率大约是8.3% 所以看到那个无理率会有一个综合而言 是一个下降的趋势 但俊观而此,我们管理层的看法是 这类型的产品是有了我们快速去提高 我们整体销售的一个情况 而在往迹记录期间亦都证明了 这一点是我们做得相当成功的 此外,希望相信大家都明白到 在业务抗展引入这些业本产品的初期 其实我们缺乏一些往迹记录 同时我们在规模上 以及在知名度上 都相当有限远在过去 所以我们不获一些品牌方 让我们作为一个一流的分销商 从而取得更好的成本的优惑 所以在利润方面就较为博弱 但其实刚刚我提及到 在去年的1月开始 其实我们的毛利率都占颇稳定 在15%的水平 原因是两个 包括第一,我们的产品组合 不断的转变的时候 我们不断的深化,不断的优化 我们找得出一个产品的组合 是令到我们在原本产品和一些高毛利的产品里面 取得平衡 而令到我们在毛利率里面 维持到15%的水平 第二就是正正在我们过去几年 刚才提供到一些 包括我们市场的占预率 包括我们品牌的一个建立 令到我们和供应商的关系更加稳定 更加长连的一个合作 以及我们刚刚的一个规模的扩大 令到我们采购的数量都大大增加 有效大大去实现我们的规模经济 令到我们的股价能力去提高 去减低我们的财购的成本 所以总括而言 我觉得我们集团在整体的毛利率 初期的确是有一个下降的趋势 但是也都符合公司的预期 和和我们发展的策略是一致的 我们也都见到长期的效益 是远高于短期出现的一些成本变动 也都有效去推动我们的市场地位 品牌知名度等等 去推动我们收益的一个可持续增长 希望可以介入你的问题 谢谢管理层的回答 下一条问题是来自星道的提问 记者想知道公司刚才提到 我们的毛利率未来都可能在相应水平为止 管理层认为 公司认为最大的吸引力是令投资者认证 IPO股份的诱因是什么呢 第二就是今次的IPO有没有基石投资者 还有就是公司在去年11月底的八个月 我们的纯利率是一个好处 公司认为这个情况是否可持续和健康 还有就是预计大会在什么时候会 扭曲或疫苗不加均匀 好的 那就是三条问题 第一个就是关于IPO肯定 那这条问题就等我回答了 那我们自己看到我们往后的毛利率 都是会站在一个相对平稳的水平的 那我们自己有和上市的卖点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我们有三大策略在上市之后推动的 就是第一个我们自己看到 电子三分和电器这个类别 我们的涉及率是非常低的 我们预期我们要利用上市的资金 和上市的平台 可以快速在这个类别上 抢占更高的涉及率 那我们可以换句话说 我们这方面的疫苗额 将会有明显的增长 那第二点就是我们以前 是未做这个3P Marketplace的模式 那是我们上市之后才开始推动 那未来公司的业绩 是会录得大量的GME的收入 那而第三点就是关于跨境联商 那我们自己相信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爆发点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三个业绩 又能够维持到一个毛利率 我相信公司的业绩将会很良良 那第二点关于基石投资者 我想交给我们文银之保育部站 Kennie帮忙回答一下 记者朋友的提问就是 今次有没有个基石投资者 今次我们没有安排到有基石投资者 但是我们都很有信心 今次我们的发售 最终是会非常成功的 我就简单回答这个问题 好 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记者问我们 第三个问题就是 看到去年在公司业绩公布会有一个顺利的亏损 想了解一下状况 我想交给Volice帮忙回答 因为这个问题 可以 没问题 首先多谢记者的提问 二一二二年首八个月 我们又转规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为记录了一些非业务相关的支出 包括优先股公平值的变动 和上市费用 如果扣除这些支出 二一二年首八个月 经调整后的常理是1360万亿 我们亦都在招呼书里披露了 采用非香港财务报表准则 程序的经调整顺利 希望值此可以为投资者和其他人士 在了解和评估我们的经营业绩时 提供有用的资料 加强对过往业绩的了解 和有助识别业务相关的趋势 补充多一句就是 我们在三年再加八个月的 广迹记录家都是平稳地 录得一个经调整的顺利 详情可以参考我们支付书里的披露 多谢大家 谢谢 谢谢管理层和老战人的回答 下一条问题是来自东方报业集团 记者想到公司计划 上市之后推出时集 管理层认为 特别是在新冠疫情之后 其实香港很多零售商都会开始变得变变变变 现时市面上也有一些大型的八个电商平台 行业竞争激烈的时候 如果你是认为有和性这方面有什么竞争优势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公司未來會擴展到中國內地市場 而國內的物流一直是一個比較大 大家會關注的問題 公司在這方面是否會尋求一些物流的合作方 去確保物流運輸供應 內地的電商競爭都十分激烈 近年阿里巴巴、京東等發營電商業務 都會出現一些問題 本地層認為有和在拓展內地市場的時候 會有什麼優勢和問題 多謝傳媒朋友的提問 這兩個問題就讓我回答 第一個就是關於我們有和推出市集的時候 即是3P模式的時候 我們的定位在哪裏 我們自己留意到我們目前的定位 就是一個集合中產消費 高消費、客單價高的一個平台 我們希望可以發揮本身我們現有的基因 而將我們的平台定位定位 定位是一個百貨公司 是一個中檔次、中高檔次的市場百貨公司 又有別於其他的市場平台 我們自己留意到市場上 都有一間比較知名的市場平台 是做一些其他類別為主的 而我們是以這個中高檔次為核心的定位 而第二個就是關於跨境電商 剛才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就是關於我們有和 即是相對中國大陸的 可能Tinao或者京東 這些在中國大陸做得非常出色的電商平台 定位有什麼不同呢 我們自己看到我們有和是處於香港 我們整個供應鏈是香港的供應鏈 或者海外的供應鏈 我們的傳貨和供應鏈 和中國大陸入面是非常不同的 我們自己看到中國大陸的消費者 即使在大陸已經有這麼多的本地電商平台 但他們都依然會向中國大陸以外的電商平台購物 包括很多知名的美國的平台 日本的平台 韓國的平台 或者台灣的平台 我們自己覺得中國大陸對海外購買 是一個強勁的需求 市場報告都指出中國大陸 對跨境的購物是非常之巨量 每年是說幾千億的一個市場規模 我們自己看到有和 就是站在這個最接近中國大陸的一個比例位置 如果我們的平台能夠在商品供應鏈做得更優秀 而在市場推廣令中國大陸 尤其是大灣區的客戶更加認識 我們香港有一個感恩的購物平台 我們相信中國大陸的消費者在海外購物的時候 他們會願意花時間來我們有和平台 先了解產品 然後決定會否在這裏購買 謝謝傳媒朋友的提問 產品組合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我們現在有和以自認電子產品和電器為主 我們透過抗展產品組合的策略 就是希望透過市集的模式來擴充這個產品組合 市集的模式我們有和不會再用自認的模式去做 換句話說我們自己不會買一些電子產品電器以外的商品 進入我們的貨倉 我們希望可以利用到我們平台一個流量 客戶量 一個推廣的能力 我們將這個技術的能力分享給其他入住的商戶 讓他們去幫我們一起去買其他商品 這樣就達至一個商贏的局面 我們自己本身自認的電子產品和電器 已經有一個很大的流量和消費群在這裡 我們希望商戶加盟了我們之後 我們這批客戶群可以在購買電子產品和電器的同時 亦都可以同時購買其他的商品裡面 而當我們平台上有這個市集 有大量的商品之後 消費者來到我們的平台買其他商品裡面的時候 亦都同時可以買我們自認的電子產品和電器 我們看到這個產品組合的抗張策略是 對公司的成本效益是最高的 感謝管理層要回答 由於時間關係 我們現在有請最後兩條問題 下一條問題是來自Now TV 畢者就想知道公司的上市之後 我們有什麼具體方法提升公司的市場市場 謝謝你層 多謝這個問題 我想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 告訴大家 我的造派是怎樣的 剛才我們說到 我們目前的會員數大概是80萬 如果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其實香港真正網購的消費者 其實大約是300萬 換句話說 我們只是做一個潛在客戶群300萬 裡面的80萬 而我們那個獲客成本 目前是非常之低的 我們只用這麼低的獲客成本 去獲取一個新的 大概200多萬的新客戶 已經是一個非常之巨大的市場 而另外剛才我們又提到一點 就是關於提升客戶重複購買的方向 我們目前只是在做電子產品和電器 所以每一位消費者來到我們平台 購買的重複購買率都並不高 我們自己認為 透過做出這個1P和3P市集 這兩個模式推行之後 這個獲新客和重複購買兩個都會 將會大幅提升 謝謝本地層的回答 我們接下來有請今天最怕的問題 是來自香港經濟日報的英族 他就問到公司在2019年 往香港創投創投基金入股 但之後那個基金就已經退出 那本地層可以分析一下原因嗎 以及就是之後他們會不會再有回投資的可能 謝謝 這個問題我想交給我們公司 CFO結合方式會議 謝謝班 多謝這位記者的問題 可能多說一點 當年2019年的時候 Beyond Ventures和創投基金 一起做一個共同的投資 是我們第一次融資的機會 他們退出的原因是 因為政府在條款上 可能在上市之前需要退出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們是退出 在我們上市之前作者退出 會不會再有問題 後患者是他們會不會再投資 因為他們的創投基金 是頭一些未上市的 一些初成立的科技公司 所以在這個階段 我們未見到他們會有再投資的 謝謝 謝謝這層和寶箭人的詳細回答 今天有和集團控股 有限公司的線上發布會 經意圓滿結束 再次感謝大家出席 再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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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